不知不觉,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第二十天,以色列筹划的地面行动依然没有打小,目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打击依然集中在空中轰炸,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仅限于发射火箭弹。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对外宣称的消息,以色列军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消灭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创造最佳条件。 而以色列的战事内阁成员,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甘子也表示,撤离到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一年内都很难返回家园。 这意味着以色列依然没有放弃发动地面战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到目前的事态发展表示,不会谈论保护士兵生命的时间框架,在现阶段有必要继续从空中粉碎加沙,我们正在等待适当的条件,在加沙开始地面行动,我们将使哈马斯为其行动付出代价,加沙的平民必须转移到加沙地带以南。 综合以色列高层的态度,显然地面行动依然还在规划当中,只不过合适发起地面行动,显然会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制约,这包括预备役的训练,但要储备的加强,对哈马斯有生力量的削弱,美国的支持等等。 从外部来看,美英德法都向地中海派遣了军舰,美国派出的是两艘航母编队,法国派出了西北风级两气攻击舰,英国派出的是登陆船务和驱逐舰,而德国也派出了一艘护卫舰,西方持续向地中海增派兵力,一来是威慑趋于以色列的敌对国,二来是撤侨,要知道虽然哈马斯手中只有一百多名人质, 但是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在加沙南部并没有离开,现在的边境关闭,哈马斯也有控制能力,撤离这些人,恐怕到时候不排除会联合作战点对点撤离,可能会让海军陆战队登陆加沙南部,然后利用空中乃至海上火力压制,撤离本国人,不排除会出现美国阿富汗车军的一幕。 对于地面行动,美国发出了最新表态,拜登表示只是建议以色列推迟地面行动,并没有要求,美国建议以色列推迟在加沙发动攻势,因为担心对人质和平民造成伤害,并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已经同意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铁穹防御系统,加强以色列的防卫能力,虽然美国没有说对以色列的其他武器装备援助, 显然不可能少了攻击性武器,只不过在明面上说的更多的是防御性武器,以色列的防御显然是以进攻为前提的,而且还在叙利亚进行预防性打击。 叙利亚媒体报道称,位于伊兹拉市的叙利亚陆军第五装甲市总部,被以色列空袭,卡尔法市附近的一个雷达音和几个武器库也被摧毁。 以色列已经警告叙利亚不要卷入战争,否则将面临报复。 此外以色列第三次轰炸了阿勒普机场,其目的就是防止伊朗空军运输机运送武器到叙利亚,乃至转运到真主党手中。 从目前的态势看,以色列发动地面战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因为目前加沙南部的美国人乃至欧盟的人,撤离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是进不去也出不来,以色列封锁了对加沙地带的援助通道。 至于西方人能不能顺利通过拉把边境出来,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为现在加沙地带除了哈马斯之外,谁能保证把这些人筛选出来,只让他们出来,而不让巴勒斯坦人出来。 这只能靠特种作战部队进入完成撤离,工作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以色列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越来越多。 第一是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已经导致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就算是西方也不得不顾虑到这一点。 毕竟现在此起彼伏的反战游行可不少,西方政客也要考虑国内的安定, 那就必须向以色列施压,而减少平民伤亡,就会让以色列难以轰炸很多目标。 第二是以色列这么狂轰滥炸,但要储备是个问题。 毕竟以色列现在已经不是仅仅面对的是哈马斯,还有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武装,以及黎巴嫩方向的珍珠党。 如果发动地面行动,需要的机械化装备会更多。 在发动地面行动之前,以色列就可能向外部采购,甚至寻求美国的援助。 第三是以色列动员了大批量预备役,需要培训。 这个时间如果太极肯定无法达到效果。 面对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哈马斯,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能捞到多少好处是可以预见的。 第四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轰炸了20天,哈马斯依然有还手的能力。 这说明以色列利用空军对哈马斯的轰炸,依然很难达到对哈马斯的去军事化目的。 巴以冲突的走向,到底会不会爆发全面地面战还不好说。 但是以色列这次的表现,也让人意识到了地面战的残酷。 在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地面战,都可能面临重大损失。 但是,一场中东危机已经持续了20天,以色列虽然高调威胁哈马斯要发动地面战,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依然把主要打击力量集中在了空中层面。 地面战依然还在筹划当中,同时美国的态度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 美国认为,以色列目前还没有发动地面战具体的目标。 这就奇怪了,以色列不是说了好多次目标就是亲属哈马斯。 结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此前表态,应该把解救人质放在第一位, 以及美国派驻以色列的高级军事官员三星海军陆战队,中将格林提供的战术攻击咨询看, 美国并不主张以色列快速发动地面战,因为美国害怕以色列陷入一场艰难和持久的战争。 美国目前希望以色列急需采用使用精确空袭和有针对性的特种作战袭击, 而不是对加沙发动全面地面攻击,因为这可能危及人质和平民,并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或许也是以色列推制地面行动的原因之一。 再看谈马克龙去了以色列说的话,组建国际联盟像打击伊斯兰国一样打击哈马斯, 显然法国的态度似乎也不赞同以色列发动地面战, 那么以色列内部就真的铁板一块。 说打就打,以色列对哈马斯,实际上也不是指针对哈马斯, 就拿这次说吧,以色列不仅要打哈马斯还得打击哈德, 甚至还要和真主党交战,说白了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 只是规模问题,对面部队的使用每次都有。 对于目前的以色列而言,进行地面战要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从哈马斯的进攻成果就已经暴露了。 第一是以色列陆军现在的作战水平,恐怕让战时内阁并不放心。 本次哈马斯对以色列控制区域的突袭,已经表明以色列陆军的表现太差。 在哈马斯进攻之际,以军军营的射防状态,战状态,让以色列当局大身所望。 要知道这可是以色列的正规军,那靠临时征兆的预备役部队表现又能如何? 要知道哈马斯既然能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那就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以色列却没有做全面战争的准备,发动预备役,甚至连培训时间都不够。 可以下结论,就以军的战备水平来看,发起地面行动伤亡代价会非常大,加上哈马斯现在释放人质拖延以色列的地面行动,这不正是一股作气,再而衰,三而败的计谋吗? 第二是以色列陆军已经40年没打仗了,以色列的空军是强,但是陆军实力,现在内塔尼亚湖也不敢恭维,以色列打下加沙时陆军的极限,想要继续控制成本投入会非常大,所以以色列或许不排除发动有限地面战,呈现以恭为首的状态,持续消耗哈马斯,是情况再看要不要进一步向加沙途径。 第三是现在以色列的小规模地面战炮战,实际上已经打响,无论是在加沙前线,还是离以边境地面部队,都已经出现交火,以色列陆军为什么不发起大规模进攻行动,且不说以色列陆军到底是什么水平,他也得有进攻意愿。 可以说目前以色列陆军,相对于哈马斯指挥的武装力量,除了技术装备领先以外,其他方面的优势远没有空军那么大,看样子以色列还是要继续消耗哈马斯,等到时机成熟,再决定会不会发动地面战。 目前来看,破在眉睫的地面战。